一只流浪猫整整追了女孩一年 它对感情的这份执着甚至让我看到了爱情的真谛 事情还要从2021年9月说起 一天晚上小姐姐抱着自己家的小猫在小区溜弯 一只梨花猫突然从路边窜出 冲着小姐姐就开始撒娇卖萌也想要抱抱 面对梨花猫的突然碰死女孩被它的举动破了房 它扛着自己家的猫咪艰难地俯身去抚摸它 可自己家的原住民却吃了醋 开始朝着梨花猫低吼宣示着自己的主权 被惊吓到的梨花猫只能失落地走开 女孩本以为梨花猫就这样走了 可当她回头时发现梨花猫一直在她的身后远远地跟随着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她回家时梨花猫也跟着她回了家 她悄悄地跟着爬上了楼梯 然后默默地蹲在了门口 当她靠近门口想进屋的时候 原住民再次吃醋发飙 梨花猫见此情形只能失落地转身离开 默堵了一切的女孩于心不忍赶紧拿了一个猫条追了出去 面对女孩的头位 鸡肠碌碌的猫咪开始大口地吃了起来 边吃眼睛里还边泛起了泪花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梨花猫追求女孩的故事正式拉开了帷幕 从此以后梨花猫天天守在女孩的楼下 只要呼唤她的名字 她就不顾艰难险阻地冲向女孩 当女孩下班时 她就跟在她身后护送她回家 当她下班回来晚了 她就在单元门口守候着直至她的出现 就这样梨花猫对女孩一追就是一年 女孩对梨花猫的感情也日益增加 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梨花猫还给女孩带来了一个惊喜 今年六月份的一天 一只温顺董事的梨花猫突然变得很焦虑 她好像很着急地向女孩诉说着什么 又好像是在引导女孩去什么地方 女孩一时不明白猫咪表达的意思 只能跟在她的身后 一路上梨花猫特别地警惕 她时不时地停下来 直起身子观察四周的风吹草动 在确认了安全后继续带着女孩前进 她跳进楼梯围栏 放过重重障碍把女孩带进了她的秘密基地 原来梨花猫是把女孩带到了她的家里 而把女孩带到她家里的目的是向女孩展示她的孩子 要知道大部分流浪猫都十分地警惕 而生完小猫的流浪猫更是警觉 梨花猫这样的举动足以证明她对女孩的信任 看着眼前这只瘦小的猫妈妈 和她养的五只肉乎乎的小奶猫女孩瞬间被感动 这是一个想法涌向了她的心头 她决定带梨花猫一家六口一起回家 第二天女孩带着航空箱来到梨花猫的住处 问她要不要跟她一起回去 梨花猫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看着小猫们都被安放进了航空箱后 她竟然自己走进了笼子 她等这一刻已经等得很久了 好在时光没有辜负她的真心 她用她执着的爱找到了自己的保护神 她虽然是只流浪猫 但她的小小喵再也不是了 最后希望这位美丽善良的小仙女 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